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這些未試的東西 又有一大堆 有時也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其實你看看鞋櫃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可以這麼多 這些都是等被人太早說的 不過anyway 先跟大家看看 究竟有些甚麼 其實今期因為 腿真的挺痛的 所以主要集中在一些 緩震的方面 波波上一期也介紹過一個Copper 其實我都見到這個Temple 8 剛剛新推出 推出後有React 底 其實我按過React 底也挺軟的 其實真的希望可以 因為 始終跑上跑下 腳跟阿斯利健的位置 都是要靠緩震去頂住 這個皮面 我覺得 至今都挺軟的 都試過穿上腳都可以的 這些紋的Tracksons 真的 有點斷古 不過 看看吧 其實還有些甚麼可以看看呢 這隊我覺得真是正的 真是漂亮的 KD KD 為甚麼路都沒有 還在這些底 其實我都不知道搞甚麼 顏色真的挺可愛的 還有 紫色何時出色呢 也挺漂亮的 不過紫色我又不喜歡 它的白色底 即是透明底 原裝 這隊真的橙色底 也挺漂亮 KD 性能不需要再介紹 不會覺得它有甚麼性能上的分別 所以可以等一邊先 不用再試著 另外 另外 就是甚麼呢 就是 街上也有了 這隻 字母 這個 分別就是沒有 不用再用Translucion Rubber 其實它的外底 都吃得 挺快的 說真的 弱弱一點 它的鞋底 但當然 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這樣 做得耐用 你又不肯換 我給大家看看 究竟原裝的 黑色的鞋底是怎樣 先拿來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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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落地 別管了 它原裝 我這個鞋底 其實我穿了 可能 六七次 其實這件都很誇張 它的Translucion Rubber 都很硬 怎麼可以磨得很紋 那麼多 它的紋都去了不少 相對新鞋 它都去了不少 尤其是Translucion Rubber 尤其是Translucion Rubber 的部分 其實這雙鞋 坦白說 真的是普通 如果可以 不買 都不用買 我覺得這隻白色 挺漂亮 而且 都想試試究竟 Solid Rubber 會不會 令到它有些 不同的改善 但是 它中底的問題 始終在 其實我相信 為什麼很多人 我都看到 球評也有說 其實 覺得它那個 中底的 抗扭是沒有影響的 為什麼我覺得它有影響呢 因為我現在的腳 是一個 雙的腳 就是我左右腳 都有一些雙 所以每一下 可能有時候 落地 有些動作 如上膽切入 就是 在練習的時候 你都會很明顯 很敏感受到 哪個位夠力 哪個位不夠力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 用一個雙的腳 去試一些東西 但是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傷了 你才能試到 例如 這隻 都有一些球評 不知不知道 等到什麼時候出 這隻 這隻 鞋瓶 我有做了 不過 它這隻鞋 都不錯 但是這隻 中間的抗扭 有一兩下 是不夠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要腳掌 有一兩下 即意圖 CUT IN的時候 這個位置 是覺得有一兩下的冤痛 我知道 原來 竹工位抗扭 是不夠力的 可能 如果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是年輕人 你覺得 不知道我穿什麼鞋 都這麼健壯 所以你不知道 什麼鞋 不夠竹工 你回家覺得 有點酸軟 有點累 其實就是一個竹工位 不夠力的象徵 它對老人家 就直接感受到 嘩 直接痛 就知道 它不夠力的了 所以 大家的準則是不同的 所以 有時候 為什麼我試不到 別人試的東西 經常都有 因為 竹工位夠不夠力的東西 真是 因人而異 你的腳原本夠力 就夠力了 這隻呢 其實呢 我都試過的了 但是呢 買了一塊草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現在街上很多 Cobie 4 Pocho 就是性能的一流 樣子都 帥仔 不過有時候 想不想穿 因為 有時候打街場多 我覺得 這隻 Translucon Rubber 都算是耐用的 我覺得 我都穿了幾次 另一隻 在另一邊等就算 不要搞了 其實我覺得 Translucon Rubber 也算耐用的 還有呢 後肘的TPU位 我覺得做得好 新鞋的 支援都做得很好 其實這隻鞋的性能 比現在的鞋 現在的鞋出來 為什麼呢 經過了十年之後 舊鞋好一點 那算怎樣 Like 其實他這隻 皮面也有進化的 我見人家的Draft Day 皮面這裡 比較硬 他這隻 CAPDIM 比較好 所以 不是款款 Kobe Portro 4 都會有同一個效果 所以 如果你純粹看 Draft Day 的Review 就可能和這一隊 有些不同 你就算看回這一隊 DESOL DESOL 是不是DESOL 我都不知道 DESOL 其實DESOL 這個面 都和Draft Day 不同 DESOL 是用軟的皮 就是軟的假皮 這塊是硬的 這塊是軟的 這塊是軟的 所以很賤 有時候 每一款款 出不同的材料 你試出來 就不同了 別人做不同的 Colorway 它 陰了黎黎不知道 你看不同的Review 就會覺得 皮屁似好 誰知道 但這個鞋底 應該比較耐打 不是黑色 Translucion Rubber 這隻比較耐打 如果大家想硬打 在街上 都是買DESOL 都好一點的 我看現在 Like Basketball 還敢買 因為第一水過了 就過了一道氣 但其實 性能來說 是正的 不過是價錢問題 1400元 1400元 其實很多鞋 如果真的買性能 不買樣子 就很DEPEND 大家的取態 其實你問我 如果真的 老實說 講底 這些底很爛 現在 六塊水 七折 四百二元 有全獎 BOOST 每樣都正型 你打球 打了一個暑假 什麼都回來 十多元一天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 都還未開箱 這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這個Cable 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我 這個Cable 我一買回來 就被人套了一條 所以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其實這個是什麼Cable 這個就是磁石頭Cable 這個頭 可以插進去 然後拔出來 變成你插進去 之後就持住 它 這些軟繩 就好過 Apple原裝的硬繩 沒有那麼容易 屈屈塗 當然是打柴 買回來試一下 這條繩 因為磁石頭 也挺吸引的 這個就是咪 因為每個人都說 咪不夠聲 我就經常都要找 不同的咪去試一試 我覺得這隻咪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 因為 之後也想和別人合作 拍一些小小的東西 我就會 看看這隻咪 可不可以 幫到手 另外還有一堆 古靈精怪的鞋箭 另外兩款 我發覺都介紹過 但我還沒試 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炒回來等了 鏡頭一轉 因為電話響 所以我想剪掉了一段 但無論如何 都是一直說下去 就算了 這兩隊 我什麼時候買了 我不知道 一直等到 還沒試 這兩隊 所以那些鋪黃底的膠 這隻是運動型的 和前面有些波浪文 理論上 這些用來幫你防滑 這些用來防墊 還要是Made in USA 這麼堅強的鞋箭 我等到在那邊做什麼 都沒用過 之後想回來試 這一隊 就是 什麼來的 是什麼來的 是 執筆鞋箭 燈粒 這個是超軟身的 啫喱底 軟脖脖的 完全不知搞哪科 超級軟 我想這隊 其實Mingley 是一些什麼 就是這樣 形狀的鞋箭 其實我想都是 你不要當它有支援 好運動型 你當它是一個很 舒服鞋 再加多一點 鞋箭 這樣的情況 就會用這些鞋箭 另外還有兩款鞋箭 有一款 這款 真的 不知道什麼來的 不知道什麼來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買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買的 不知道有沒有送錯貨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這個應該是我想試 這款鞋箭 有一個支援 明顯有一個硬膠 前後都是一些 啫喱狀 但我覺得它要偏向於厚 就一看鞋箭 偏向於厚 這款要試都不容易 另外還有一款 再搞笑一點 四份三鞋箭 這些都要怎樣套 到時 唉 這塊好像不便宜 這塊 原本 看起來以為是碳板 誰知道一看就知道 不是 這塊應該是膠 碳板紋 就是膠 真是 撐不信 看不看這塊錢 其實這塊 我想主要都是籃球用的 這個位置真的很硬 這個中底的位置很硬 加強了支援 還有臉級都厚 所以應該是籃球用的才會這樣 這個半截的鞋箭 就真的要找地方試 反而另一隊 那些都可以放在不同的鞋子上做到一些測試 不過 Anyway 一路一路進貨 都不知 都要職如山 何時才試完 就是 讓大家看看 真是 唉 盡力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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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希望先試多些波 因為大家可能對波多些興趣 這些都會慢慢慢慢試 當然 可能看評測的時候 會覺得 大家的評價有點不同 跟街道有些有些不同 其實我實話實說 總之有什麼 就試到什麼 就覺得什麼 有很多人 有些有贊助 有些有不同的偏執 你相信我就相信 Anyway 就到這裏 跟大家說聲 拜拜